大家好,这节课我们来看导入Demo 网站现在启动了主题,只是有一个空架子,没有内容 RP18里面提供了一个可导入的XML 这个XML418K,2014年2月11日 可以借助一个工具,其实就是一个wordpress的插件 把这个XML导入到wordpress 这个400多K的XML实际上是没有图片的,里面都是文本 比如文章的标题和内容,案例的标题和内容,还有分类 产品的标题内容分类 还有一些是图片的路径 它会从RT18的服务器上面把图片拽到咱们的服务器 先安装这个wordpress导入插件 这个插件是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小工具 具体大家看操作 是一个这样的活动 因为这个衣服之后 没问题 你们看看 图片 一件事 我说 有什么 我就是 我那儿 那个 我们 导入过程所花的时间长短 我觉得和你本地的网速和RT18服务器的速度 还有你现在这个demo服务器的速度 这三者都是有关系的 Wordpress经常会更新 我建议大家还是保持最新的版本比较安全 不过有利益也有弊 有的Wordpress版本变化比较大 有的主题会在新版本的Wordpress下面会出问题 这时要么就退回到老版本的Wordpress 或者等待主题的更新 一般主题的作者发现自己的主题和新版本Wordpress不兼容 他就会尽快修复主题发布新版本 现在demo里面没有图片 是出于版权的考虑 只提供了图片站位 我们的网站当然要使用我们自己的图片 接下来我们要给Wordpress指定首页 首页实际上是作为页面来存在的 比如我们可以做十个完全不一样的首页 今天指定这个为今天的首页 到明天我们再选择另外一个首页 这只是举个例子便于大家理解 首页也可以指定Blog 就是最新的新闻在上面 这个slider是主题自带的slider 每一屏有一个背景图片 一个标题 一段描述 下面多了一个侧边栏 这个是默认的 我们需要把它删掉 页角一共有四列 它这些都放在第一列 我们要一个一个的删掉 现在这个状态 我们把底子打好了 可以做网站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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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